其实港股我们上一年就说过了 就逢猴必转了 效果的时间都准备很好 今年我们都想说一下周期角度去看看美股 大家关心的美股或者港股是怎样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港股上一年就全球都不跌 但是只有港股跌 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一张图表上面 其实包括日经韩股全部的月线图 大部分都在高位那里横向了一年的时间 那未来一年我们刚好又不幸 走到美股每逢七年有一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其实这个周期由1966年开始 1966年就开始每七年其实都会发生 美股都会下跌 其实第一次就是信贷危机 1966年就信贷危机令到美股大跌 第二就是石油危机 第二次就是1973年石油危机 然后第一次滞涨出现 第三次就是1980年至81年左右 那时候通质很严重 利息很高 所以令到有些银行和证券公司 其实都有些破产危机 所以令到美股都有一个回调 和经济很差 87年股灾 所以七年之后亦都发生了美国联储局 疯狂加息 令到新兴市场的债券大屠杀 但如果我们在新兴这七次周期里面 包括660年那次信贷危机 联储局加息 熟表 73年就滞涨 所以联储局大幅加息 81年也是 94年也是被联储局大幅加息 到了2022年 其实我们的新闻为了这几样 其实这个七年周期某程度上 可能是与联储局的缩表加息 或者是减少买债这些行动 紧缩的行动是有关的 所以其实大家要留意 很多人觉得 美国联储局未来可能加三次 或者是加息的步伐会很缓和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可能会比市场上的预期 是为快和为大 当然加息不一定是跌 但是加息加到中途 或者加息加得快 未来就会可能令到 整个新兴市场 或者资产受到一个压力 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次美国可能是 过去对上一次 就是缩表 加息 和减少买债 分开三段时间来做的 但是这次会不会是一年之内 这三个东西同样一起造成 而令到新兴市场 或者是股市市场 有一个大的震荡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而港股方面 可能会有一个短时间 短时间有一个背驰 可能港股有一个小的反弹 小的阳春 但是过去这七年周期 没有一次是港股过去 没有一次是港股不跌 所以去到之后 可能是中线左右 可能半年三个月左右 其实港股可能又会归队 走回去被估七年周期 大家同步 我们的楼市亦碰到一个周期 楼市亦碰到一个周期 如果我们在 首先刚刚我们也说过 楼市的美国可能会大幅熟表 其实我们在经济学的101里面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一件事叫multipied effect 整个经济循环就是联储局 可能印钱 然后去到银行 再去借贷给不同的商家 按揭或者借给一些人去投资 其实如果联储局印了4万亿 如果用multipied effect 即是乘数效应来说 去到银行整个体系的循环 不停地循环 可能整个循环 可能去到10万亿 或者20万亿左右 但是 如果联储局现在印少了钱 银行借少了钱出去 那些钱在哪里不见了呢 其实最终可能是资产价格 在上面反映到出来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譬如对上一次缩表 是2018年开始的缩表 其实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银行体系结果 由4千多亿 跌下去剩下500多亿 之后无限QE再 才那些钱重新回来 但是如果未来加息缩表 和减少卖制 三个人一起来的话 其实效果会不会令到 资产更加快跑掉呢 正如阿玛所说 我们觉得 在周期上的角度来说 我们觉得是什么呢 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件事出来 令到好像1970年石油危机 会加快加速通胀 所以我自己觉得 联储加息的步伐 可能比大家想象中快 和急 从周期的角度来说 2023年至2024年左右 其实楼市可能会有一个低点出现 我们如果用三元九运来说 其实每一次转运 七运转八运 即是2003年那次 其实楼市也有一个压力回调 所以大家要留意 明年开始 楼市的压力会加大 到2023年或2024年 楼市可能会有一个 合理的价钱给大家上车 所以今年我觉得 大家应该做的事 或者是今年去看楼市 可能明年就去看看 会不会有些心仪的 可以上车 怎么样呢 好